我们继续来看第三种方法 双曲线调节 实际上经过前面的练习 我相信大家已经知道 我们的具体方法是什么样子 那么双曲线一样 我们是做一个亮度的曲线和一个暗度曲线 我们先来做亮度的 亮度曲线做完之后 大家就会看到整个画面就被变亮了 但是因为它有门板在这个地方 或者我们叫图层门板在里面 我们就很好操作的 我们把它的名字改为我们常说的亮曲线 有了亮曲线这个层的情况下 我们就要Ctrl-I或者苹果-I反向一下这个门板 那么这个门板就不存在了 不存在的话 它不是说不存在 就不显示 不显示的情况下 我们再用画笔把这些需要被提亮的地方追回来 通过画笔的方式把它画出来 一样可以达到前面两种方法的效果 那么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就要需要另外一个 就是暗的地方 我们怎么处理 那么用一个暗曲线 同样的道理 我们苹果-I把它反向一下 把它的图层名字改为暗曲线 那一样的道理 就画面中如果有亮的地方 我们用这个暗曲线 把它也给它再描绘过来 比如像这些地方 高光等等一些地方 把它处理起来就可以了 那么有了这种方法 如果大家想想 原来不管是亮度还是灰度 还是这些曲线 实际上都是在针对和观察层合作 看到这些小的细节 然后直到把它汇出来 就是不管是亮的小亮点和小暗点 把它汇出来 那么大家想一下 它们的区别有何在 我们先从这地方开始 慢慢给大家来汇制一些 大家看看感觉 是不是跟以前一样 基本上操作方法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它的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呢 那么前面第一种亮度 我们不说 明度我们就不说了 它是针对于无颜色这种感觉 那么灰度呢 它是相当于涂层的这种混合模式 这种结果 而这种亮度曲线和暗度曲线 我们就称为双曲线这种做法 实际上一样的道理 那么它就是更为的精细 因为有一些情况会比较复杂 而涂层混合之后的效果 还不一定能够被看得到的话 那么亮曲线和暗曲线 实际上是最直接 最能看到这些结果的东西在里面 那你会发现 我们不管用哪种方法 但是处理的过程 统统都是一样 就是要耐下性子来 把这些小的 小的不平衡 或者不均衡的这些色斑找到 然后通过亮的 让它按下去 按的让它亮起来 这样的方式 让它一点点把它修饰出来 自然整个皮肤 就会达到像素级别的这种 非常平滑这种效果在里面了 那么下巴这地方 我们明显可以看得到 通过亮部曲线 可以调很多的地方在里面 那么像现在这地方有点亮 我们就可以再调 一会儿用暗部的曲线 把它加上来就可以了 那么亮度曲线和暗曲线的 双曲线这种做法 有一个最典型的差别 就是大家看见 我不管是切到现在的暗曲线 还是亮曲线 都没有换颜色 对我们都始终在用白颜色 再往上绘制 始终在用白颜色往上绘制 当然我可以改变它的不透明度 比如说有些地方太明显 或者是压力不够的话 我就或者压力过大的情况下来调整 它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那么不换颜色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是在门板上在操作 我们在图层遮罩上在操作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不需要像之前需要调整颜色 一会儿黑一会儿白 现在通通都是在白色的基础上在画 但是实在要针对不同的图层上 那么像现在我们在暗部曲线上就要提亮 那么反过来 这亮部的曲线就是把它各个地方 刚刚说反了 不好意思 现在就把这些小暗的点 把它再提亮一点点 那就会感觉到整个皮肤就会自然柔和 同样啊 跟我们前面操作是一模一样 就是所有的曲线层都要参与 所以这样的话 我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跟前面的方法一样 我们把这个第三个部分的快速给大家预览一下 看看最终的结果怎么样 我们把这个部分的快速给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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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一样的画到这里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通过关闭观察层来看看大概效果了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层稍微的退回去看一看的效果 你可以看得到曲线层这两层架最多之前是什么 这就是暗部的地方被提亮的 这些是被亮部被加暗的 这两个层架完之后效果就会非常的明显了 那么跟前面的方法实际上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我们画到嘴的这个地方的情况下 我们稍微把嘴的这地方作为一个细节的地方 给大家慢慢处理一下 看看这种感觉 那么嘴呢 一个是嘴的这个结构要找好 找好之后呢 我们要根据这个它的这个结构的这个关系 包括这些 怎么说这些质感的这种提取 让这个嘴唇看起来更分润一点 你可以看到到嘴唇里边有很多这种干裂的 这就属于这个 不够 咱们稍微要大一点 这个干裂的这种痕迹的情况下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用这个亮度的地方 把这些暗部的这些深槽给它补起来 那这样的话就像是一个补水的效果 那么这个嘴唇自然就会看起来比较的这个圆润了 但是因为我们有双曲线在里边 我们可以不止做到这一些 因为这已经涉及到不是皮肤的稳带 嘴部皮肤比较特殊吧 所以首先第一个是需要把这些槽 就是暗部的这些深槽补起来 补起来之后 我们还可以做到什么工作呢 就是我们可以用笔刷大一点的情况下 当然这些亮的地方也可以 然后给它把这个颜色补回去 就是这样的话 你看我们用深色 让这个唇部的这个下部 产生这种一丁点的阴影 这样的话立体感会好一点 这种立体感会让这个嘴唇的这种 明暗关系比较更明确 对比也更强烈的话 那么质感就会被出现 那么一定要掌握好这个光线的来源方向 和嘴唇本身这种结构的这种质感 那它就是说不是说全部都要按下去 嘴唇的最下部分翻下去 然后呢 包括我们一会儿会画到的这个两唇之间 也是会保证这样在里边 画过了 咱们就把它再修回来 这个有的时候还需要保留一点 它本身这个亮度在里边 所以别忘了退回去看看整体大感觉 那么嘴唇的这个效果 人在脸上面其实特别明显的部位的五官 一个是眼神要出现 一个是嘴 一个是鼻子 当然眼睛脸部也本来就这些器官 但是嘴唇要处理好的话 依然也会提色不少 那像嘴唇上部这些的高光 一定要很精致把它提出来 那这样的话也就像是跟抹了那个唇膏一样 或者它会有一点点这种反光的效果 也会让这个嘴唇的这种分润质感越来越明显 好 下半部也是一样 这些地方都要勾出来 那你看现在这个嘴唇立体感 一下就出现了 一下就可以出现了 那么两唇之间是暗色 我们要把它比刷可以放大一点点 然后把这种勾进去 那这样的话 这个该起的起来 该进的进去之后 这种整个这个嘴唇的立体感 和这个颜色 这种分成的这种质感 就一点点被得到体现 好 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处理的 向后退退看看整体大感觉 基本上呢 我们把这一丁点的这个最后的修为 修一下之后 我们整个这个脸部的这些结束就结束了 我们退回来看到整体效果 然后把这两个层关闭 可以看看之前之后 之前之后 哇果然是差别非常大 至少年轻了10岁吧 这一部分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那么这两个图层 我们可以按住alt键点击这个门板来看看 我们都绘制了一些什么东西 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到 基本上像下面这个暗部图层 一般是用的最多的 整个这个下巴都被重新勾了一下 这种感觉 那这就是对了 所有的细节就都被这两个图层保护好了 好那么整个第三个方法 我也就给大家教完了 下面的脖子呢 我们就用快速预览的方式 让大家看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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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这就是对比之后的效果 这可不只是年轻了 我们放大一点点 看所有的细节 看看上停的 中停的 真是细节决定一切 所以这个人之前 本来看的还不错 但是经过我们 更细节的这种调节之后 基本上就是完美了 基本上就完美了 真是细节 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把颜色调完了 让我们反复的看一下 前后对比的感觉 反复看一下 那这部分的功夫 总算是没有白下 我们就可以进入 下一个环节 整体调色了 对比的感觉